正在公司加班的我,手机忽然低的响了声,我将手机拿出来,是一条短信,短信内容很简单,就是一张图片,可是等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,整个人顿时热血上涌,浑身僵硬,照片上,正是我老婆刘丽躺在一个男人的手臂上,从照片上来看,刘丽满脸潮红,明显是刚刚做过那种事,一瞬间, 我感觉自己浑身的力气,都像是被抽干了一般,我是怎么都不敢相信,我妻子会背叛我,还没等我回神,一条语音就发了过来,语音消息也很简单,除了刘丽的叫声,别的什么都没有。 我迅速地将电话回拨过去,但是对方却根本没有接电话,只好给刘丽拨打过去,可是刘丽的手机却提示关机,一瞬间,我整个人都变得慌乱无比,心口就像是被千万把利刃给刺破了一般,整个世界都要像是崩塌, 我为了这个家庭,在公司拼死拼活加班,她居然背叛我,这口气,我是怎么都咽不下去,自问和刘丽结婚以来,就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,我和她相亲认识的,当初娶她,我还花了二十万彩礼,和她结婚五年以来,她娘家大事小情, 我事事关心,她妈有一年心肌梗塞住院,也是我出的住院费,作为她丈夫,我可以说,是对她千亿百顺,能做到的都做到了,不能做到的,我也想办法做到了,可是没想到,最后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,我此时全速开车,朝着家里过去,路上还在不断地拨打,给我发图片消息人的电话号码, 可是这畜生一直拒接,从图片上我只能看到刘丽的样子,却看不到那个男人是谁,我怒气冲冲到了家里,等门开了后,我就看见刘丽和孩子正在看电视,此时的刘丽像是一个没事的人一般,见她这副模样,我心里一股怨恨,灯石生起,我心想这女人,心里素质还真的是够好,都到了这个地步, 还能安心坐着看电视,要不是看在女儿团团在这里,我非要上前去给这个贱女人一个巴掌,然后和她离婚,刘丽这回目光落到我身上,她忽然起身,朝着我走来说, 陈丽,你到卧室来一下,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和你说,我目光落到刘丽的身上,心想这件人现在就忍不住,要和我摊牌了吗,如果他要和我摊牌,我一定要让他净身出户,并且孩子的抚养权一定要归我,只是现在,我还没掌握到确凿的证据。 至少我不知道那个肩夫是谁,我跟着他到了卧室,等着他说所谓重要的事情,说真的,我现在心情还是有些紧张的,手心里都已经捏出了冷汗,如果这时候,刘丽和我摊牌,说要和我离婚, 那么到时候,我不只是要戴着一顶绿帽子,说不定孩子也保不住,另外,车子房子什么都得被这件人分走一半,到时候就真的太便宜这个件人了。 想到这,我心中不免有些担心,甚至是恼怒,但我还是强行压下这口气。 丽丽,你有什么事情和我说,最终还是我先开口问了出来。 陈丽,有件事情,我得和你说下,什么事情,刘丽面目冷色,明眼人一看,就知道刘丽这时候的情绪不好。 陈丽,我当初嫁给你,算是下嫁了,这些年来,我嫁给你之后,跟着你吃了不少苦,我见刘丽这样说,心下一沉,看来我猜得没错了。 刘丽这就见人果然是要摊牌和我离婚,我这回心情很压抑,感觉自己的一口气都像是要上不来,这么多年的付出,到头来换来了什么,我心里呵呵冷笑着。 这种话,其实也不是刘丽第一次说了,她总觉得嫁给我吃亏,说自己的好姐妹。 找的老公什么的,都是事业单位,住着大房子,穿着名牌,时不时还能出去旅游,喝精致下午茶,我以前听着,内心觉得有些愧疚,这些年来,的确让她和孩子过得也不是很好,但是自问也不差,我对刘丽,简直就可以千一百顺,基本上能满足她的要求,都满足了,我保持着沉默,没有接话。 我脑海里已经浮现,如果刘丽提出和我离婚,我要怎么样才能挽回败局,一瞬间,我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,可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,下一秒,刘丽忽然画风一转说,陈丽,我跟着你吃点苦就算了。 但是不能让孩子跟着我们吃苦,你说是吗?我眼神疑惑地看着刘丽,不知道刘丽葫芦里卖了什么药,但还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,团团不是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吗? 要上咱们就要让团团上最好的学校,明德小学。 我听到明德小学四个字,面色就忍不住一阵微变。明德小学的确是我们市里最出名的小学,里面的老师最差的都是211大学毕业的,还有好些老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,教育质量的确不错。 只是这所小学不只是学费高,而且还需要有学区房才能上这所小学。 并且那地方的房子很贵,我们这座城市房价均价不过七八千,但是那边均价得一两万,我见他这样说,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,我思绪顿了几秒,就说,团团没必要上那么好的小学,咱们旁边的区小学也不错。 陈丽,你什么意思,是不想让团团过好日子是吗?不想培养团团吗? 刘丽很快站在道德的高处,质问着我,我没有。 丽丽,只是我们的经济情况你也知道,去年你妈住院的钱,还有你老家修房子的钱,都是我们出的,我们哪里还有钱,我耐心解释着,我不知道这件人。 这个时候,怎么忽然就提出,让团团去上什么明德小学,以前可没见他对团团的事情这么上心,这几年他嫁给我,家里的什么事情,基本上都不干。 不是在打牌,就是在打牌路上,要说他是一个合格的妻子,合格的母亲,他根本就不配,要不是我太爱他,也不想破坏这个完整的家庭。 我可能真的早就和他离婚了,我想了一阵,脑海里忽然忍不住浮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,这个可怕的想法不是别的,而是怀疑刘丽是想从我手中将钱给弄走。 当然,我现在也只是有这个猜测。 毕竟刘丽的出发点还是好的,打着为孩子好的名字,我此时也不好和刘丽直接翻脸,于是继续耐着兴致说,刘丽,我现在真的拿不出钱,刘丽却忽然说,我知道你没钱,不过你妈不是有钱吗? 我听到刘丽这句话,脑袋里一下嗡嗡作响,我妈是有点钱,那可是我爸当初在工地干活出了意外,用命换来的赔偿金啊。 我听到刘丽说这话,我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情绪,刘丽,你这种话亏你也说得出口,我妈那笔钱怎么来的,你不知道吗?那是我爸用命换来,留给我妈养老的钱。 你连这笔钱都不放过了吗?我几乎是吼着出声的,我没想到刘丽居然会这么畜生,说出这种话,陈丽,你什么意思? 我又不是为了自己,我是为了孩子,更何况你妈就你一个儿子,这钱到时候不还是你的吗?而且你爸死了,赔偿了八十万,我们只要七十万。 你妈在农村,一个人种田种菜,十万块钱也足够了,你给我住口,我呵斥了刘丽,人无耻居然可以到这种地步,只是让我没想到是,刘丽下一秒就红了眼睛。 好,你不去开口是吗?我明天就带着团团亲自去找他奶奶。 看他奶奶给不给?我听到刘丽说这话,差点没气炸,我妈就是一个老实芭蕉的农民,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忙活。 其实我爸死后,我好几次都想将我妈接过来住,毕竟我妈一个人在农村,过的日子也苦,可是每次我和刘丽说的时候,刘丽就说我妈是农村的,有不好的坏习惯,而且浑身还发臭,到时候影响了孩子教育可就不好了。 那时候我爱刘丽,加上母亲也说在农村住着安逸,我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,现在想起来,自己还真的是畜生不如,而且刘丽要是真的带着团团去找我妈。 我妈肯定会将这笔钱给她的,我当初为了娶刘丽,我爸妈将积攒了半辈子的积蓄,另外找亲朋好友,东拼西凑才凑齐的二十万彩礼,当初为了娶她,我们家差点耗了半条命,现在,她竟然还有脸来找我妈要我爸的赔偿金,到时候,钱到刘丽口袋里,我想要回来就难了,我现在越发地肯定。 刘丽就是想给我戴绿帽子,还想弄走我家里的钱,我憋着口气,沉默了一阵,我才说,这件事情还是我去吧,说完这句话,我感觉浑身的力气像是全部被抽干了一般。 刘丽听到我说这话后,脸上总算是浮现了笑容,看到刘丽这一抹笑容,我真的想抬手给她一巴掌,但是我最后都忍下来了。 我现在要做的,必须是找到刘丽和那个男人出轨,的确凿证据,然后再起诉她,那你明天去吧。 我听说明德小学有一个新楼盘要开盘了,我们等你周末放假就去看。 好,我假装和刘丽妥协,刘丽笑得更灿烂,忽然靠近我,在我脸上气了口气,只是这一口,让我觉得这个贱女人真的无比恶心。 第二天一早,我和刘丽说了,和公司请假去乡下找我妈。 刘丽笑着和我说,让我快去快回,注意安全,看着刘丽脸上洋溢的笑容,我心里却是忍不住呵呵一阵冷笑。 我是和公司请了假,不过,我不是去乡下看望我妈,我倒是要看看刘丽趁着我不在,和谁偷情。 我将车子开到家门口附近,然后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停下来,我目光一直盯着,自己房子所在的地方,我内心已经暗暗下决定,一定抓住他们出轨的证据,时间分秒地过着。 我内心其实很紧张,就在这时候,我的手机忽然响了,我一看来电显示,给我打电话的不是别人。 是刘丽,我正住了片刻,还是按下了接听键,陈丽,你要到了吗? 嗯,快到了。 哦,是这样的,你今天晚点回来,或者明天回来吧。 怎么了? 哦,是这样的。 我妈今天打电话说,有急事,让我回去一趟,所以你回来,也没有人给你做饭,正好在家里陪陪妈。 刘丽嘱咐我说着,那好,团团你也不用担心,我会带着她一块去。 好,刘丽现在说什么,我就应什么。 并且,这辆车还在我不远处停下的,我忍不住多看了眼,旋即,就我看到车上走下来一个人,等我看到这个人之后,我顿时舞雷轰顶。 这,这他妈的,不是刘丽的前男友,王洪远吗? 我内心一时翻江倒海,当初刘丽和王洪远谈过恋爱,但两人最后还是分手了。 我后来了解到,王洪远在事业单位工作,家里不同意他和刘丽在一起,才不得已分手的。 而且,刘丽嫁给我之后,也再三保证过,已经和王洪远断了联系,可是现在看来,两人不只是没有断联系,还一直保持着苟且的行为。 我忽然想到一句话,在外面玩累了,回去找个老实人嫁了,我他妈的,现在就是一个老实人,活生生成了接盘那个人。 想着这对狗男女,现在正在用着我的床,行苟且之事,我一口老血,都要被气得吐出来,我差点就没忍住,在小区门口的水果摊买,一把水果刀冲进去,弄死这对狗男女。 但是最后关头,想到我的老母亲还有孩子,我强行吞下了这口气,我不能这样便宜他们,到时候没弄死他们,我还得被关进去。 我知道王洪远在我们室里哪个单位上班,也知道王洪远结婚了,想必这照片,应该是王洪远发给我的,妈的,睡了老子老婆,还给老子发图片炫耀,我此时内心的怒火越烧越旺。 我一定要这对狗男女付出他们承受不了的代价,我深吸了口气,点了一支烟,迫使自己变得冷静下来,等我冷静一番,我忽然想到在我的卧室里放着一台电脑,因为有时候我加班,还要回去处理一些文件,所以我那电脑一直都没有关机,只是处于待机状态,只要按下键盘,电脑就会亮。 我脑子里忽然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,我很快就给我大学同学打了一个电话,这小子毕业之后,就是干的计算机这一行,他经常说自己电脑技术好,不过他对这一handy却很有天赋。 以前专专业课没学好,计算机倒是学得很溜,毕业之后,也是干这一行,可以说混得风生水起。 我电话打通之后,那边就传来了他慵懒的声音,老陈,这么早,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?你难道不知道我晚上才精神吗? 老韩,兄弟我被人欺负了,被人虑了,其实作为一个男人,说出这样的话,真的很难以启齿。 相信是个男人,就不愿意将这种事情告诉别人,可是我已经到了这一步,没有更好的办法了,老韩一听我这话,忽然一下就精神了,开口就和我说,老陈,你现在哪里? 兄弟马上过来帮你,弄死这对狗男女,老韩这句话,差点没让我眼眶一红,不愧是大学四年的好兄弟,我没有让老韩过来。 而是简单的和老韩说了下事情,当初我家的电脑,还是老韩帮我配置的,说我这电脑,经过他的手,什么事情都能干,所以IP地址什么的,老韩都知道,我要老韩做的事情,就是打开我的电脑摄像头,帮我录下这一段视频,老韩听后一正,还对我说,我这么重口味吗? 我没好气地和老韩说,这样是为了保留证据,老韩听了我的话,就说好。 我和老韩打完电话,就开车到了老韩家。 到了老韩家,老韩已经将电脑摄像头搞定,他还和我说,有些画面,他是看不下去,并且还说,没想到我老婆是这样恶毒的女人。 我打开视频回看,就看见视频里,刘丽和王洪源鬼混在一起的画面,画面里,我还能听见刘丽开口说,老王,你放心,等回头陈丽娜废物,将她娘的钱拿回来,我就和她离婚,到时候这笔钱,够我们生活了。 丽丽,我真的爱死你了,这幅画面,简直是不堪入目,看我的心里堵得慌,银行卡里的钱。 你也转走了吗?放心,早就转走了,我妈开了个账户,全部转到我妈账户里了,另外到时候离婚,这房子我也有一半,算起来,从陈丽这个废物那里弄走百十万,不是任何问题。 老王,你什么时候和那老女人离婚,快了,我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,那老女人的老爸虽然退休了,但还是有点关系,等他帮我搞定这段关系,我升职了,就和那老女人离婚,估计不用一周,我看了一阵,终于看不下去,将是平关了,我深吸了口气,此时我内心的痛苦,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。 老韩看到我这个样子,就和我说,老韩,只要你开口,我现在就和你去整死这对狗男女,不用,我已经有自己的办法了。 我问老韩说,你可以帮我搞到他单位,王洪远的电话吗?这都是小事,你等我查查,如果可以搞定,帮我将他老婆的电话都弄来。 老陈,你想干什么?老韩忽然好奇地问我,你先不用管这么多,你帮我弄到旧事,我说着话,眼神里闪过一抹阴狠的神色,我一定要让他们遭遇成辈的报复,成辈的打击,我一定要让他们身败名裂,我脑子里很快就有了周密的报复计划。 不到半小时,老韩就将我想要的东西给我弄来了,王洪远那狗东西和他老婆的电话,当天我也没有回去,和老韩喝了点酒,老韩安抚我了几句,可是这种事情,言语根本安抚不了,唯有报复成功,才能解心头之恨。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,以往的工资卡都是被流利保管的,公司发多少钱,都是到那张卡上,流利一个月就给我二三百块钱,每期明日,帮我管钱,所以银行卡里有多少钱我并不知道,只是现在看来,银行卡一分钱都没了,但是我仍旧需要那张银行卡。 因为我需要里面的资金流水,到时候证明他将资产外转,打官司的时候,他婚内出轨,还转移财产,肯定是净身出户,我刚回到家,流利很快就凑上来问我说,钱拿到了吗? 他现在眼里只有钱,我看到这个贱人这副样子,真的想弄死他,我憋着口气说,我妈将那笔钱存定期了,那要多久才可以拿出来了? 不用多久,大概两三天,很快的,不过到时候我上班就没有时间回去拿钱,我让我妈给我打在工资卡上,你将工资卡给我下,我发下号给我妈,流利一听我这样说。 没有丝毫耽搭搁,也没有什么怀疑,就将工资卡拿给我了,估计他心里还在想着,我目前还是被蒙在鼓里,什么都不知道。 可是这件人忘记了一句话,要想人不知,除非几磨为,我拿着银行卡就出了门,说去办一件事,我到了银行,很快就把银行卡的流水打了一遍,一笔一笔的账目。 全部到了他妈的卡上,难怪家里总是没钱,我心头夹着恨意,同时也很痛苦,为什么这个女人,这样狠心,自问我对她,真的是问心无愧。 可是她却还是要这样做,我晚上回到家,流利的心情看着相当不错。 我也跟着流利笑着,这种笑更多的恨意,睡觉前,流利还和我畅想未来,说以后团团上了明德小学,将来学业有成之类的,还说考虑要不要和我要二胎什么的。 我一边听她说着,一边敷衍地点头,流利一般睡觉都比较早,大概晚上九十点就睡了,我一般等流利睡着,就会用电脑忙一会,但通常怕影响流利休息,我都是关灯忙工作的。 这一次,我却不是忙工作,我要用流利的手机发送那个视频,给王洪远的老婆我倒是要看看王洪远这个狗东西,还怎么生之佳心。 等了会,流利果然睡着了,我很快就听到流利的轻微的打酣声,我走到床边,起流利的手机,接着用她的手,解开了指纹锁,解开之后,我就用她的手机通过手机号码, 加上了王洪远老婆的微信申请消息,我也用得比较劲爆,相信这条申请消息,没有人可以拒绝,你老公的另外一个女人,果然,我用了这条申请消息,王洪远老婆几乎是秒通过,刚通过,那边立即就问说,你是什么人,你胡说八道什么,我嘴角带着一丝冷笑,很快就回答说,我是什么人,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?我是你老公的另外一个女人,你乱说什么,我老公怎么会别的女人搞在一起,我老公很爱我,王洪远的老婆说,这些话的时候很自信, 看来王洪远在家里,表面功夫也做得很好,居然让他老婆这么维护她,我也没有耽搁,说了句,你老公是不是爱你,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,想着我没有任何耽搁,直接就给王洪远老婆发了一个视频,等视频发过去,没有几分钟,王洪远老婆很快就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, 大概就是骂刘莉小三,到底想干什么,但是这些消息,我都没有回复,而是直接选择删除王洪远的老婆,王洪远老婆很快申请好友通过,但是我没给她机会,直接屏蔽拉黑,她想申请好友通过,也没有机会,有些事情,点到为止就可以, 我将刘莉的手机放好,大概半小时的样子,刘莉的手机就响了,响了一站,我凑上去看了眼,发现是备注闺蜜的电话打来的,我看到这一幕,真的觉得恶心,同时也觉得自己以前根本就是一个傻子,被玩得团团转,自己还不知道,我对比了下电话,发现就是王洪远的电话,这件女人,她妈的给这狗东西, 被注成闺蜜,电话第一次响起,刘莉没有接到,第二次响起,刘莉才起床接了电话,刘莉说了几句话之后,开始一惊一杂地说, 娇娇,什么,你住院了啊,你等着,我马上来,刘莉在我面前演戏,演得十分的精彩,我看到这一幕,心里冷笑连连,挂了电话,我故意问说, 莉莉,谁这么晚给你打电话,是娇娇啊,她晚上出了一点意外,已经在医院了,我现在得去医院看看她,那我陪你一块去,不用了,你在家照顾团团,我一个人去救世了,那好,你注意安全,刘莉很快收拾一番出门,并且打扮得花枝招展。 等刘莉刚出门,我也跟着出了门,刘莉路上拦下一辆车,而我租的车也没还,所以直接跟了上去,我原本以为他们俩的见面地方会是在酒店,可是没想到是在一处广场,现在因为时间很晚了,所以广场上根本就没什么人, 我下车之后,就藏在一个地方,刚好能看见两人,也能听见两人说话,我看王洪远的表情,就知道王洪远肯定是怒气冲冲,刘莉,你什么意思,我都说了会和我老婆离婚,你就这么忍耐不住吗,非要逼我和她离婚吗? 老王,你什么意思,刘莉还是一头雾水,你他妈的自己看看,老子脸上的巴掌印是谁打,你将咱们俩做的事情,发给我老婆,你让我不要好过,你也别想好过,王洪远此时,估计也是气昏头了。 还没刘莉解释,杨首就是一个巴掌,打在刘莉的脸上,刘莉也不是一个吃素的人,本来在家就是一个娇声惯养的人,这回被人打了耳光,哪里能忍下去,很快就反手,给王洪远打一个耳光,王洪远也是一个狠人,一脚就将刘莉给踹倒在地上,我拿出手机,将这一切都给拍下来。 刘莉被打得鬼哭狼嚎,原本还精心打扮了一下,想出来和王洪远鬼混的,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,你这个贱人,我告诉你,我不好过,你也别想好过,我明天就将这些事情告诉你老公,王洪远说着话,朝着远处走去,开车就走了,我心里冷笑着,我也没有耽搁,很快就拦车回到了家里。 等了一小时的样子,刘莉就回来,看着刘莉鼻青脸肿惨兮兮兮的样子,我心中不知道多爽,我看到刘莉这个样子,明知顾问说,刘莉,你怎么了?陈莉,有人欺负你老婆,你能帮我报仇吗? 谁,谁欺负你,我装作一副着急的样子说着,就是我那狗前男友,今晚上我去看闺蜜的时候,碰见了她,结果她缠着我,我不肯,她就对我拳打脚踢,陈莉,那家伙不是人,刘莉说谎话是张口就来。 我看着她可怜兮兮的样子,终于没有忍不住,仰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,刘莉顿时蒙圈,一脸惊诧地看着我,你,你打我干什么?你是不是疯了?我疯了? 你这个贱人,和王洪远勾搭在一起,还想转移我的财产,这些证据我都有了,你自己看看,我将手机扔给刘莉,刘莉看到手机里她和王洪远苟且的视频。 顿时如遭雷击,面色苍白,这,陈莉,你听我解释啊,刘莉到了这个时候,还狡辩,我看着刘莉这副样子,心想,这个女人,还真的是很贱,但是到了这个时候,我也绝对不会给她任何机会,我很快冷着声音说,解释什么? 我告诉你,离婚,刘莉一脸惨兮兮的样子,跪在我面前,抱着我的双腿,那样子,仿佛她成了受害者一样。 陈莉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,就算是看在孩子的份上,你再原谅我一次吧。 我此时对于这个女人,没有丝毫同情心可以言,我一把推开刘莉,看着她倒在地上。 我冷声说,给老子戴了绿帽子,你还想让我原谅你,门都没有,我此时对于这个女人,没有丝毫同情心可以言,我一把推开刘莉,看着她倒在地上。 我冷声说,给老子戴了绿帽子,你还想让我原谅你,门都没有,刘莉可能是见求我没用,于是开口就说,离婚就离婚,咱们财产一人一半,我呵呵冷笑。 你婚内出轨,你还想要财产,刘莉面色却是忽然一变,好像一瞬间胸有成竹似的说,陈莉,你别以为我不懂法,婚内出轨,不一定会净身出户,我看到刘莉现在还一副无耻的样子。 我真的想上前,去一个耳光,将她彻底打醒,这个贱人还在做春秋大梦,以为还能从我这份道歉,你婚内出轨,不一定会净身出户,可是你婚内出轨,还转移财产,你就知道,你这个烂女人,会不会净身出户了? 我这句话落地,原本还有自信的流利,瞬间面色苍白如指,身体里的戾气,也像是瞬间被抽干了一般,软倒在地,看到这个贱人绝望的样子,我心中这口恶气终于出了一部分,陈莉,就算念在我们夫妻,我没有再听她说任何废话,转身回到卧室。 抱着团团就离开了这里,我将团团带到乡下,让母亲带着团团,第二天,我就去找了律师起诉流利离婚,结果毫无悬念,流利输得很彻底,净身出户,并且她转走的财产都返还回来,并且还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,天道有轮回,苍天饶过谁,正义可能会迟到,但是永远不会缺席, 而王洪远的下场更惨,被自己老婆直接举报,说她婚内出轨,并且在事业单位上,贪赃王法,违规办事,最后被判刑,锒铛入狱,这场审判,当时还在网上直播了,在本地闹得沸沸扬扬,我当时全程观看了这场直播。 看到王洪远在视频里痛哭流涕,不断悔过求饶的画面,那一刻,我却觉得内心无比安宁,无比爽快,她一下从天堂跌入到地狱, 后来听说,她在监狱里吃不了苦,受不了折磨,最后自杀而亡,她落到这个下场,完全是咎由自取,而王洪远的老婆做事更绝,是我没想到的事情。 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帮水军,将流利的事情曝光全网,一下流利就成了当代的潘金莲,人人得而诸之,在网上被人喊打喊骂,现实生活中,走在路上也是被人戳着几粮鼓骂。 骂她是贱人,是小三,破坏别人家庭,毁了自己的家庭,说她这种女人,还有脸出来逛街买菜,她这种人就不应该活着,流利每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下, 最后她终于受不了折磨,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,想要跳楼自杀,可是最后人没死成,却成了残疾人, 后半辈子只能在床上生活,流利的妈后来找过我,让我看在往日夫妻,情分上照顾流利,可是都被我拒绝了,我觉得流利她活该,做完这一切,我心中不知道多爽,而我后来的日子,也逐渐走上了正轨。 我女儿虽然没有上明德小学,但是在去小学上学的成绩也不错,而我妈忙活了一辈子,最后我也将我妈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, 想到以前,自己真的对不起母亲,想着往后一定要好好孝敬她老人家。